大家好我是鬼仔 畫面見到就是我們今天的模特兒 他叫做Yogurt 平時的模特兒會站定定和放好姿勢給你拍的 但是Yogurt是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他是一隻活潑和可愛的小狗仔 Yogurt只有兩個速度 就是0和100 而且他不會聽你說話 所以拍他會比較難的 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會今天教你怎樣用相機 可以幫他拍到一些跑筋很快 或者動來動去的相片 拍一些會動得很快的東西 我們第一樣東西 當然就是一個很高速度的快門 那今天的天氣很好 陽光又非常之好 所以我們可以用到大概 2000至3000分之一的快門 大家可以看到Yogurt 是完全沒有這個動作帶出來的 Motion Blur 或者夢的感覺 這麼高速的快門 幸好我們有陽光 不然你就需要一支很大光圈的鏡頭 第二樣東西 大家應該留意到我用的功能 就是這個高速連拍 我這部相機最高可以去到每秒10張照片 那當然就要看你在用什麼鏡頭 以及在什麼環境內來拍 拍高速移動的東西 第三樣最重要的就是要這個連續對焦 英文叫做Continuous Autofocus 在Canon相機世界裡 這一樣是叫做AI Servo 在其他例如Nicom或者富士的世界裡 這個通常都是就這樣叫做AF-C 就是Auto Focus Continuous 連續對焦這個功能 是會每拍一張照片之前 會再對焦一次的 所以一個高速移動的物件 或者人或者動物 向著你這樣跑 它就會每拍之前 都會Focus一次的 大家想像到的就是Yogurt向著我們跑 或者離開我們走的話 就會令到連環拍攝會慢一點 打環動的東西 會令連續對焦沒有那麼吃力 原因是對焦距離的變化會比較少 大家會看到有時候連續對焦都不一定完美 像這一批照片一樣 會看到對焦會到後面的牆 不是很Focus到上Yogurt那裡 之後就拍了一批照片 看到是可以Focus到回頭 雖然有時候會出錯 但是其實近幾年來 連續對焦和連環拍攝的技術已經進步了很多 近期的機器還會有寵物的面部和眼部 可以自動Focus在它們的樣子上 今年出的機器甚至乎會有連環拍攝 可以每秒拍到20至30張的照片 非常高速 對一些沒什麼動作的東西 我們可以選擇用這個普通對焦 在Canon的世界這個會叫做One-Shot 在其他的相機世界裡 通常這個會叫做AF-S 用普通的自動對焦有幾個好處 在你和你要拍攝的東西不動的情況下 Focus會鎖得很準 還有連環拍攝就不需要每一次再Focus 所以每個速度都會快很多 看到跑了一大量之後 娛樂兄已經開始有點累了 所以我們放在他上椅子上 看到他仍然是坐滴滴 雖然有很多相機的功能 可以令到拍攝比較舒服 和拍攝得比較好 但是當一隻阿柴走過來 至於是他這麼可愛,可愛的話 我當攝影師的實力都沒有辦法摸摸 但是有整張照片 通常太陽下山前或太陽升起後的一個小時都是清晰的黃金時段 拍照在這個時段拍照就會拍得最美最一流 今日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Yogurt或喜歡看多點他的照片 可以回到Instagram上追蹤他 他的IG項目就是TheDoggyNamedYogurt 你們可以在畫面和下面看見 喜歡看我這條影片的就麻煩大家給個Like 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留下給我看 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都正在準備 之後會有多點帖子和其他資料放上去 最重要如果想支持我的 當然要記得按訂閱和按鈴鐺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這條影片